《技術走勢》是一個很好的投資分析方法。 它適合用於各種投資工具上。 這個課程會分為基礎理論篇及實例選顧篇, 會教你何時入、何時走的策略部署。 《智財投資學會》在1月13日會開辦一個 《技術走勢分析專業課程》。 歡迎網上報名。 《智財TV》,講故走勢告訴你。 雖然上星期五,美股微跌23點。 加上港股暫時缺乏利好消息。 不過今日港股都可以高開,高開28點。 不過之後沒什麼力了。 在兩點以後甚至乎有股額。 限制收市價23,527點。 下跌了160點。 成交方面增加了813億。 為何成交多了呢? 在於2601中國泰保。 它就是配股。 配股的數額有140億。 所以扣回140億來講, 實際成交方面是673億。 成交沒多了。 走勢如何呢?先看看圖表。 先看看走勢的圖。 走勢今天來說也是下跌的。 下跌了160點。 跟我們之前估計來說都蠻吻合。 因為我們之前估計來說, 各時有些回吐。 特別因為近期來講, 你見到升幅不斷收窄。 各時的心體減少。 所以暗時有些回吐。 這部分的分析就是看陰陽足。 下跌了多少度? 之前提及到這個幅度。 23,500點。 今天也碰到這個幅度。 所以短暫回落的目標已經看到了。 你說是否入市時機呢? 其實也差不多了。 可以分段級了。 有時我們做分析碼裡面, 有些RSI的指標。 RSI相對強的指標。 一般人怎樣看指標買賣呢? 就看這個叫做超買。 一般我們所說80, 超買又叫20。 但用這個方法80, 預期到頂去沽貨。 20到底入貨是否那麼好呢? 其實不是那麼好的。 這個RSI, 我們現在看看。 紅色這條線就是RSI來的。 當中這個頂是多少左右呢? 這個就是89。 所以在RSI來說, 到80以上還可以升。 這裡來說是89。 所以走勢買賣裡面, 單用這個2080, 效果不是那麼好的。 外面有些人會怎樣用呢? 有些成交不是那麼多的投資產品 會用這個30和70。 70就當頂, 30就當底, 30就吸收, 70就沽貨。 香港來說, 多數是20和80。 我自己本身RSI怎樣看呢? 我不是看這個20月80的區分, 我會看多樣東西。 你看到這條藍色線, 藍色線是一個什麼呢? 我們的平均線, 這個叫20天的EMA。 我加了一條線去做分析, 買賣, 等於RSI, 再用20天的EMA做個配對。 升破就買入, 跌破就沽出。 你看到這個分析方法來說, 有時候顯示方面會怎樣呢? 再敏感一點, 好像在這裏來說。 我們看看這裏, 當中RSI升破的平均, 這是這部份來的。 其實在我們這個WMA, 在上面這裏來說, 都未升破, 但RSI這裏跟它平均升破了。 所以這個指標來講的時候, 顯示會怎樣呢? 是快一點的。 那變了, 如果我們現在去入貨, 那怎樣呢? 差不多貼著這裏, 等於這裏就是RSI, 接近這個EMA, 20天的狀況。 這裏去入貨, 接近回收貨。 不過來講, 一旦牽涉到, 這個加權平均跌破了, 就怎樣呢? 就止蝕。 我們現在來講, 在技術分析, 就分兩樣東西看了, 這個就進階一點了, 即是用RSI去看入貨, 而看WMA, 就看止蝕。 這個方法來講, 可以試試用的, 所以短炒來講, 在吸納的時機, 可以分斷去做一件事。 其實技術分析相當之有用的, 炒股票得, 鍋籃, 旗子, 外匯, 黃金, 都可以。 所以學好一點點, 對你做買賣來講, 絕對有利。 如果想學好的話, 怎樣辦呢? 有個技術走勢分析專業課程, 來今個星期四開課的, 13號, 有上午班, 有晚上班, 大家不要傻失良機了。 好,明天再見, 拜拜。